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 而我身邊的嘉賓 已經換了是耀材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軟子氣Harry Harry 你好 你好 和Harry轉轉的話題 今次就講一講 個別的股份 編號2038的富士康 一向都是不少利淡的消息 都是關於工人 或工廠工人裏面的 不太好的傳聞 很久之前有自殺 接著又打鬥 最近請了同工 見到富士康方面承認了 用同工 並且發了對血聲明 只會承擔責任 另外今天消息也有講到 富士康更加會送屋 給一些比較好些的員工 其實會令大家也會想 好似富士康 都會自力去做一些事 管理層方面 都想做好少少員工方面的管理 你覺得這件事會不會 幫助富士康 可以看好少少 我們見到富士康方面 其實都致力 想有少少洗底的行動 但一時三刻 我都覺得 對於這間 被外界形容為 血汗工廠的 一個富士康 集團來講 我都覺得形象方面 其實 在內地來講 已經是名譽掃地 我們見到 這麼大規模 有這麼多 員工的一個 模式 營運的模式 當中 其實你會見到 當中的管理層 或者是整個 營運規模 來講 其實都很難管理 以看 富士康自己本身 做了一些 這樣的舉動 其實主要 可能是受到一些 比如說 他們主要客戶 又或者是 蘋果方面 亦都有一個 壓力 他們都會 看 他們本身的 代工商 對於 員工的 福利 或者是 對於 福利 除了福利之外 或者是 整個 本身的 營運效率 或者口碑 那方面 究竟會是怎樣 但是 如果看 富士康來講 很多時候 都會見到 市場 亦都 誤解為 他們都會有 幫 蘋果 那方面 製造 iPhone 代工 的一個 情況出現 但是 如果 實際上 很多時候 富士康 和 他們 本身 分工方面 富士康 其實是 沒有做iPhone 自己本身 只是 自力做 例如 主要客戶 Nokia Sony 或者 Motorola 你會見到 這些牌子 銷售 情況 那麼差 亦都 很影響到 富士康的股價 逐級而下 投資者 去看 盡管 富士康 甚至 他 沒有公司 鴻海 亦都 陸陸續續做 可能是 對員工的 獎勵 又或者 福利方面 亦都做好一點 時候 我都覺得 形象方面 一時三刻 很難 改善過來 沒錯 股價方面 反映 這個 新聞 依然 股價 都要跌 現在 跌1% 跌3 最新報 是2.93 另外 要問 Hurry 說 富士康 上星期尾 大禍 有報告 富士康 明年有可能 拿到蘋果的訂單 更加是 被一個買入的評級 剛才聽你說 未必能夠 拿到 iPhone 會拿到這個訂單 如果想炒 iPhone 概念 投資者 真的要小心 富士康 到現時 一刻 都沒有證實 他們能夠拿到一些蘋果產品的訂單 主要是幫蘋果代工 無論iPad也好 iPhone也好 主要是在於他們母公司雄海方面的工廠 這方面 投資者 看回富士康的估值 或者他們 未來的盈利前景 我覺得 是不可以 太樂觀 看回富士康本身的股價表現 我都覺得 投資者 一定地反映到 他們都會拿到新訂單 但新訂單方面 我都去了解或研究 相關的消息 其實富士康可能 主要是拿到一些來自亞馬遜那方面的一些訂單 Amazon那方面 一直都有推出一些平板電腦 或者 未來都會醞釀 推出他們自己本身的智能手機 反而這方面 投資者可以留意相關的消息 但量方面 也看到 富士康本身的營運模式 在毛利率上 亦都是比較低 他們主要是以量 取勝 整個市場 這個營運策略 我都會覺得 未來的股價表現 其實仍然會反覆 業績本身會否有谷底回升 我相信是會有的 但幅度也不會太多 這方面 看到 之前大和這份報告說到 他們衷勁 iPhone有一個訂單的表現 令到富士康本身的股價 也有一個看星的空間 投資者看回 其實資金陸陸續續追逐 不同的落後股份 反而來說 我覺得富士康現在的股價 去到2.9.3 就稍為偏貴了一點 加上如果有心去留意 電訊相關方面的股份或消息 可能中移動方面 TTLE擴大規模的市網絡招標 可能會更加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消息指出 中興通訊編號763 將會負責回北京 天津 廣州 深圳 和瀋陽等 五個城市 網絡建設方面的設備 變相 電訊設備股 會否看得好 中興的股份 你又如何看 我們看到 資金陸續續看 不同板塊 尤其是較落後板塊的表現 我們看到電訊設備股 其實在這兩個星期 也是炒作得很重要 但反之而言 莊中的 比較龍頭的股份 中興通訊 就看到 好消息和壞消息 亦都是隔天的出現 本身的基本因素而言 其實中興通訊 自己之前發掘的刑警 看到第三季的 虧損的情況 都相當驚人 這也嚇怕了整個市場 究竟對於他們本身 盡管看到 第四季 或是2013年第1季 其實中二棟會繼續加大 4G的TDLTE方面的設備發展 加大規模來講 其實是帶動到整個板塊 亦都有個抽星的情況 這個我都相信 中興作為一個 國企 或者是本身 在中國裏面的一些 龍頭 相關的企業 我都覺得他們會拿到不少 訂單 盈利方面 亦都有漢星的趨勢 但不要忘記 本身 中興通訊 營警方面 虧損程度 其實已經蠶食了 不少的盈利前景 再加上他們本身 亦都發展國際市場 現階段來講 他都受到美國國會的一些質疑 究竟他會否在伊朗方面的一些 相關的訂單方面 涉及到一些國家安全的問題 這方面 亦都會令到中興的本身 發展前景 其實都是被市場 唾棄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現階段到11元這個位置 如果投資者想 想入去撈底的話 風險亦都會相對之高 我都覺得 在現階段來講 投資者可以觀望一下整個情況 以本身 中國移動 亦都加大4G的設備 發展來講 及後影響到本身 不同設備 設備股的一些業績來講 相信是要2013年半年的業績 才會反映出來 我覺得 去到10.98 而見到 本身的前景來講 甚至一些 政治的因素 都會影響到中興的股價 現階段風險 較為大 中興通訊風險比較大 現價來講 10.98 升 4 升方來講比較少 相比其他 電訊設備股 升勢沒那麼厲害 和大家看看 跟進整個版法 其他幾隻的造價 見到 經商通訊 升得比較多 1999 升7.7% 正在做3.04元 中興通訊方面 升1% 最新報4.45元 而中國無線 更加升超過 1.5元 最新報2.21元 如果選擇的話 這兩隻升得那麼多 會否現在來買 反而是高追了 還是有其他部署 我都覺得 如果看到 剛才 畫面上 亦都講到 經訊通訊 和中國無線 亦都做得比較好 中國無線方面 我覺得股價 真的升得太急 亦都會有回吐的壓力 反之而言 我都覺得 2342這隻股份 仍然都有看清空間 我自己看股價 見到今天有急升的情況 可以看3元以下買 以本身的目標價來講 追上去3.04元 都是不足為期 謝謝Hari 詳盡的分析 這次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繼續有直播的時間 這次完結前 首先和Hari 做個申報 剛剛所講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Hari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有直播的時間 請問一下